大家好,我是塔岛哥哥 这一集将正式开启王冠第二集的故事片系列 正在用善的朋友请勿惊慌 以下内容绝无本人露脸片段 各位请大胆放心使用 友情提示 近视过程中请勿狼吞虎咽 可配合比人缓慢、拖沓、脚柔造作的语速 细脚蔓延 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的视频是你健康快乐的源泉 1957年2月16日 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塞图巴尔港 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记者朋友们 正拿着照相机对着英国女王的皇家游艇 一顿狂轰乱炸 你瞅这阵势就知道 准没好事 没错,就是字面意义 不需要加引号的好事二字 为何 因为同一个场景可以产出太多张不同视角的照片 比如这张 再比如这张 又比如这张 那再比如这张 又或者是这张 所以你来告诉我 到底哪一张的故事是你所真正想要看到的故事 至于文字 就更不用说了 在现在这个做任何事都需要博人眼球的时代 为了赚取那一丝自以为可观的流量 当别人都叫好的时候 你必须得说坏 当别人都说坏的时候 你必须得叫好 所以好事都变成了经不起推敲的好事 坏事也都可以被嫖喜当敌 变成好事 所以碰上这帮人 准没好事 这帮人此番前来是为了围追堵截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的 此时他们二人正在船上密谈 没错 莱儿现在正在撕 但从这阵仗来看 女王如此第三下四的劲头 八成是由小辫子被钻在菲利普手里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 菲利普出轨了 这我他妈就和和了 关于这件事 要从五个月前说起 菲利普当时即将要带女王 去英联邦国家进行巡游访问 而在他动身之前的那段日子里 俩人表现得倒是十分亲密 菲利普这段精湛的演技 入围全英最佳男演员 想必不再话下 注意了注意了 他要来了 甚至还一大早就生龙火虎的做好充分的热身 准备身心愉悦的开启美好的一天 身体力行的探索 一日之际在于晨这一警示格言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老公 哪天闲着没事也像这样跟你示好 那你就应该知道他到底所作为何了 是的 稳住你先 刚刚happy玩的伊丽莎白带丈夫走后 提笔给她写了个小纸条 准备在丈夫回头上飞机前 塞进她的手提包里 到时候给她来个出奇不业的小惊喜 可是没成想 打开包一看 呀哈妹子的照片 你看你看 我说不让你看我手机 你偏要看 是不是赖你 是不是赖你 没过多久 首相安东尼艾登前来拜访女王 她此番前来可是为了一件要紧事 就在头天晚上 埃及领导人纳塞尔指挥部队 突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办公室 夺取了运河的控制权 史称苏伊士运河危机 又名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是欧洲国家到东方贸易的重要航道 这也就是说 谁控制了这条航道 谁就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在此之前 英国企业和银行 拥有苏伊士运河公司41%的股份 法国拥有52%的股份 但搞笑的是这家公司注册为埃及公司 关于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的原因是这样的 在1956年的时候 埃及政府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贸易 说白了就是大量采购军火 美国一看这情况 不高兴了 于是紧接着伙同西方列强 宣布停止向埃及提供援助 修建阿斯旺水坝 纳塞尔一瞅这局势 那行你不帮我我就自己来 他的策略是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通过运河的收入来独自修建水坝 此举当然立马引得英法两国极为愤怒 于是英国首相安东尼便跟女王说 埃及这是欠收拾了 我准备先把那些经验丰富的银行员都给撤走 埃及方面没有人才储备 到时候只定得灰头土脸的跑过来求攒 不知您意下如何 然而此时的伊丽莎白更多的角色是扮演一名正在遭受婚姻危机的女人 而不是英联邦女王 所以对于此次这一重大国际事件表现得极其心不在焉 他对安东尼全部的受益基本上就是四个字 你看着办 同时 这一集编剧有意把它刻画成为了一个善良的受害者 目的就是为了凸显 无论是小家还是大家 你们做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不知情 两种战争 无论任何形式 我都不想要 因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由此可见 这英国演艺界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胆吗 更为讽刺的一点是 真等安东尼自己看着办的时候 伊丽莎白又跳出来跟他说 哎呀 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What 我们接下来先看看安东尼是如何处理这次国际事件的 注意 安东尼虽然是个药罐子 但这并不妨碍 他同时也是一个狠人 他早年曾担任过伯明汉大学的校长 那年轻的时候也是吸着伯明汉上空的脉 听着踢倒党的故事一路走来的 他能不狠吗 所以对于这种国际冲突 他的操作方法极其简单 干就完了 当然在单纯干的基础上 又薛威加了一丝阴狠和狡猾 1956年10月24日 英国 法国和以色列在巴黎较外的塞福尔举行了一场秘密会议 达成三方协定 会议的三方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准备重夺苏伊士运河 首先由以色列向西奈半岛发动袭击 然后英法两国介入 要求双方军队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停火 之后再由两国军队进驻苏伊士运河区 从而达到接管苏伊士运河的目的 为何英法两国对于此次行动要以以色列为撬板 并且以色列也愿意加入到行动中去呢 因为纳塞尔所主张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其中一项主要宗旨就是消灭以色列 那你说以色列能不成天担惊受怕吗 这回正好机会来了 整个计划在推进的过程中 只有部分内阁成员知情 而国会则并不知情 当然就更不必说联合国了 虽然内阁成员中也有人对此计划表示反对 并通过积极的干预手段派人找上女王 希望女王可以出面阻止这次行动 然而这时的女王在经过一件事情之后 终于改变了自己对这次行动的态度 而帮助伊丽莎白下定决心 对大对小 全面开战的转折点是 她亲眼看到了那个令丈夫浑迁梦绕的女人 加琳娜乌兰诺娃 苏联最著名的芭蕾舞演员 当伊丽莎白自认为得知菲利普出柜之后 她其实一度表现得极为克制 一个是身份使然 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自己没有想好妥善的处理方案 所以一直没有跟菲利普聊过此事 直到宋别丈夫登上飞机之后 她前去看了一场乌兰诺娃的演出 这一看发现对方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 竟然都不输自己 心里这叫一个气 这才渡火中烧 老娘不忍了 但是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在历史上 虽然有关菲利普亲王出轨的八卦消息铺天盖地 各种女伴也是换得比我的袜子都亲 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构成像样证据的线索 可以佐证她确实出轨了 在我等直男眼中看来 这也是这位人凶厉害的地方 并且这部剧中 关于乌兰诺娃的原形 极有可能在历史上 另有其人 那就是一个叫做帕翠西亚 苛克伍德的女演员 相对于菲利普亲王 有口无识的出轨意云 在本集中埋下的另一个事件 则是历史中实打实发生的 那就是菲利普的贴身侍从 麦克帕克即将发生的离婚丑闻 而麦克的妻子 从自己老公身上所挖掘的线索是 当麦克随菲利普外出寻访之后 竟然忘记了在自己女儿生日当天 给孩子打电话 亲口送上一声Happy Birthday 这是什么 出轨实锤了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伊丽莎白 还是麦克的媳妇艾琳 想必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忠实信徒 俩人的探手法 处处充满了严谨的逻辑 和精妙的分析 毫无异性半点的感情用事成分 这让大名鼎鼎的英伦神探 马普尔小姐 不禁面露男色 自餐行回 当然话说回来 无论是菲利普还是麦克 俩人关于和众多女人之间的 那些花边故事 也着实是没有什么喜的必要 探究它到底发生过 还是没发生过 意义不大 因为作为观众来说 需要这些富有戏剧性的人物 给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 制造话题 让我们有个情感的宣泄目标 这就够了 更何况这些人物 还是来自在我们眼中 高高在上的王室成员 对这帮人能有机会 呸上一口 再加上一句下流 这不正是我们人民群中 最喜欢干的事之一吗 爱琳在1982年 曾出过一本书 把当年菲利普和前夫麦克 一起干过的那些龌龊之事 抖露了个干净 虽然当事人极力否认 我没干过 我没干过 但愿意相信的读者 还是选择相信 不愿意相信的读者 则始终选择不信 亲爱的朋友 你 信吗 又或者 在这个世界上 你究竟 相信什么 第一集 晚安 babad 伏онов 伏 其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